餐廳內一男一女突然起身走到櫃台 喊店員吵了起來 男子匕首畫腳好生氣 其他員工健壯上前安撫 但他還是無法冷靜 在店內持續咆哮 事發就在台北陽明山上 一間寵物友善餐廳 情侶黨不滿店員態度不好 雙方癥結的地方就是這個兒童餐具 原來當時他們拿小朋友用的碗 裝水給狗喝引爆口角 通常有客人有需要給寵物使用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給這種免洗的餐具 因為這種的話 基本上是給兒童做使用的 我們不會給他這種兒童的餐具 當然是衛生的問題 理性男子日前和女友帶愛犬出遊 在餐廳內違反規定 店員健壯上前制止 沒想到男方卻因此暴怒 現場大吼敢叫警察來試試看 員工無法接受被恐嚇 心生畏懼直接報警提告 縱使在入罵他人前 有任何的衝突或是不滿 仍然不能阻卻入罵他人的故意 而構成公然侮辱罪 理男工程是因為店員先不友善 但他入罵髒話 還說要找人來做事動手 檢察官勘驗影像後 以公然侮辱罪及恐嚇罪 將他起訴 但事發後 女員工不甘心被辱罵 選擇離職 情侶黨開心帶愛犬出遊 卻因為忘記自備餐具 又違反餐廳規定 惱羞辱罵員工 這下鬧上法院吃上行責